我們廣東人很喜歡吃的蘿蔔餅蒸魚 今天分成一個蘿蔔餅蒸魚 大家可能知道是否喜歡吃 做一頓吃 蘿蔔餅拿出來 拿出來 切絲 切片 蘿蔔餅蒸魚熟了 蘿蔔餅的味道 吃起來很好吃 我們要再切絲 切絲的水分不太香 放入水中浸泡 浸泡5分鐘後 煮出鹹味 浸泡5分鐘後 煮出水分 加少許糖 加入生油 混合底味 加糖和油 煮熟 加一條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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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 加一條魚 加的鹹 加一條鹹 大熱鹹 加的鹹味 就變得鹹味 鹹味 那些魚很棒 不用放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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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鹹味 左上鹹味 整個身 現在我們帶口的鹹味 湯魚 所以人们吃完之后 都围食这条鱼过来吃饭 熟了鱼味 这个时候我们就拿生油 这个就是先擦一下鱼 每一个位置都要有生油 这个时候用糖做的萝卜鱼 轻轻地放上去 如果你最喜欢香口 可以切一条腸丝上面 在家常常蒸 这个时候就放一点薑上面 好了,现在我们拿下去蒸 所以这个菜价很好用 放下去蒸 我们蒸6分钟就可以了 6分钟,煮水鱼 够了鱼 哇,鱼可以了 它这样收缩就是熟的了 想教大家 好了,薰姐喜欢 放下葱 一边再煮一盐 好,盖一下 然后再煮一盐 一焗就可以了 哇,葱姐姐香口熟了 哦,我们这个 潮汕萝卜干蒸鱼 搞定 这样有一餐菜 它这样熟了的味道 鱼很棒 用白纸来吃吃 哇,这个就是萝卜鱼蒸鱼 哇,鱼很透明 我们农座也有这个 盐油蒸生香碗 就是这样